五部高分心理学纪录片 帮你养成反内耗体质 每一部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值得你一看再看 没有时间看的 先点在收藏 以后每一个无聊的日子当中 让纪录片伴你度过 第一部 师徒词的疗愈之道 这是一部访谈式的纪录片 师徒词呢 是一位特别的心理医生 他自有一套工具 去疗愈他人 这套工具呢 也被详细记录到影片当中 他可以时时改变你的内在状态 将不愉快的精力转回为机会 帮你调节情绪 看完他呢 好像做了一次免费的心理咨询 第二部 积极心理学 哈佛大学公开课 也被称为哈佛大学的幸福课 曾经改变无数的哈佛学子的一生 第三部 伴侣治疗 不论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恋爱 或者已经结婚很久了 我都建议你啊 一定要看一看这部纪录片 如何与伴侣相处 遇到问题时如何解决 在这部纪录片当中 都可以找到答案 第四部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这是我国首部全方位解读 第五部 他乡的童年 短短六集 展现了六个国家的教育理念 一定能刷新你的教育观 每被父母值得一看 生活当中90%的困惑烦恼 都是由内心带给你的 而心理学纪录片 一定程度当中 都可以帮你 更好地看到自己的内心 调整自己的状态 从而过上 幸福感更高的人生